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城墙上还建有一种独特的碉楼 当年七季光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筑高大的城墙呢 城墙上的碉楼又有什么作用呢 公元1560年 位于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的泰州府城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临海市 突然来了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将军 他年纪不大 三十出头 但却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 其手下的士兵则是军纪严明 训练有素 此人正是中国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七季光 那么七季光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呢 原来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最猖獗的时期 明朝人称日本海寇为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555年 甚至发生了一百多名窝寇登岸后 深入到明朝腹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事件 此事震惊朝野 嘉靖皇帝召开会议 商讨对策 最后朝廷决定派精兵强将前往离日本最近的浙江福建沿海驻扎 要将倭寇消灭于国门之外 明朝年轻的将领七季光 因为在之前的龙山之战中 曾三剑射死三名倭寇头领 而名声大噪 他于是被朝廷选中 担任抗窝部队的将领 驻守浙江泰州府城一带 到了泰州府城之后 七季光开始大规模招募士兵 加以训练 如何能够有效地抵御倭寇呢 七季光认为 倭寇之所以猖獗 是因为他们常常采用游击战术 而对抗游击战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修筑城墙防御 当年秦始皇修长城 就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人的游击战 在泰州府城修筑城墙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这里原本就存有一段 东晋时期修筑的城墙 七季光命人在前人修筑城墙的基础上 修建更为坚固的城墙 并且在城墙上还修建了一种独特的碉楼 空心敌台 空心敌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 敌台就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碉楼 分为石心和空心两种 空心敌台又称双层敌台 里面可以驻扎士兵 七季光设计的空心敌台不但尺寸大 而且采用了全砖石结构 更加坚固耐用 在驻守泰州府城之前 七季光曾在浙江陶煮城抵御过倭寇 当时他就有了修筑空心敌台的尝试 公元1559年 倭寇侵犯陶主 七季光带兵急行军数百里 前去救援 当时的陶主城墙已经极其残破 而倭寇采取的又是游击战术 因此七季光的部队 在对抗倭寇的过程中疲于奔命 看着累得东倒西歪的将士们 七季光心里非常难受 他一边巡视一边思考 无意间看见了陶主城的城墙和城墙上的敌楼 于是有了一个想法 七季光动员大家一起修建城墙 这样不论倭寇什么时候来犯 都能进行有效防御 为了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七季光在陶主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 修建了两座由他设计的空心敌台 防守的士兵可以住在敌台里 这样就不会一物战机 有利于防守 不利于敌人的共产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空心敌台 所谓空心敌台 就是接入城墙上的碉堡 第一可以比城墙更高 可以瞭望 第二空心敌台的可以储存军事物资 陶主城的城墙和空心敌台修建完之后 果然在防御倭寇的战斗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尝到田头的七季光 很快便在他驻守的浙江沿海一带城市 推广修筑城墙 抵御倭寇偷袭的作战理念 也正是因为七季光的这一理念 让他的夫人也有了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公元1561年4月 倭寇趁七季光带兵外出执行任务 台州一带兵力空虚时 对台州府城东南的新河发起进攻 由于当时新河城内精壮士兵 都随七季光出城了 城内仅剩下了少量的守军 倭寇的突然到来 导致新河城内人心惶惶 而当时七季光的夫人就住在新河 就在这危急关头 出身于武关市家的七夫人 看到新河城坚固的城墙 想到了七季光凭借城墙进行防守的作战思想 于是让人打开兵器库 发动妇女穿上军装 守执武器 和士兵们一起登城守卫 倭寇看到新河坚固的城墙 和城墙上迎风招展的惊奇 没敢立即发动进攻 就在倭寇犹豫不决的时候 七季光率领援军赶到 与城中士兵内外夹击 很快便把倭寇击 正因为修筑城墙对防御倭寇的偷袭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七季光在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时 决定不但要加固城墙 还要加大对空心敌台的使用力度 这样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倭寇 他在城墙上设计了13座空心敌台 解决了设计问题 七季光便把具体的施工任务 交给了台州知府王可大 王可大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便犯了难 图纸是有了 可是材料用什么 去哪里找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到了七季光 请七季光帮着想办法 七季光经过多方考察 最后决定让王可大用青砖来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 青砖是中国江南建筑中的常见材料 它是用粘性极大的和泥经过反复摔打后成型 然后入窑高温烧制而成 青砖具有抗风化耐侵蚀的特性 由于当地人熟悉制造工艺 加之城墙对面便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灵江 取材便利 青砖于是成为了修建台州府城城墙的首选建材 七季光后来在北方修建长城的时候 还把这种青砖制作技术带到了北部边疆 在修筑城墙时 七季光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防止洪水潮水冲塌城墙 台州府城一带每到汛期都会遭到洪水和东海潮水的双重袭击 为了抵御这种袭击 七季光等人参照前人的设计 为这里修建了独特的马面 明代的城墙一般都设计由马面 所谓马面就是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 就建有突出的矩形蹲台 以利于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半之底 与一般的马面不同 台州府城城墙的马面一半为矩形 一半为半圆形 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城墙被洪水潮水冲垮的几率 也能降低水的流速 不过光有独特的马面还不足以抵御水坏 城墙本身也必须坚固 用普通的石灰与沙子来砌墙 城墙并不十分牢固 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七级光 它想起了当地的一个民间故事 传说唐朝大将玉池宫曾经监督过此地城墙的修建 当时修建城墙的时候正赶上天寒地冻 材料又缺乏 开工没多久 砌墙用的灰浆就供应不上了 当时有一位老人就陷进 用米粉加黄泥搅拌成浆来砌墙 沾合效果非常好 结果实验效果确实如此 甚至超过了之前使用的灰浆 这个故事给了七级光很大的启发 它让人用糯米煮烂再加上黄泥石灰等材料 搅拌成沾合剂来砌墙 结果砌好的墙非常坚固 能有效抵御洪水和潮水的冲击 有专家认为 当时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防洪效果 人们甚至在城墙上涂抹了大量的铜油 在台州府城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修筑城墙的工程在当年就宣告完工 台州府城城墙和空心敌台的建成 使倭寇的进攻受阻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画作 太平抗倭图 描绘的就是浙江沿海军民 利用城墙抗击倭寇的情景 这幅巨型画作长224厘米 宽180厘米 描绘有450多个人物 从画作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城墙的北角 有军民正在奋力抗击倭寇的入侵 而倭寇由于城墙坚固 无法攻破而仓皇败走 主持台州府城城墙修建的七纪光 后来被朝廷派往北方 负责长城的修建 他特意睁目了一些 当年参与修建台州府城城墙的老部下 到北方修筑长城 而长城也在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纪光也因此再次名声大振 2003年 一支考古队在考察中国河北省秦皇导市境内的明长城时 发现了一块石碑 碑上记载了修建这段长城和空心敌台的人员名单 专家推断 这段长城和敌台的修筑者 就是七纪光征目的抗窝军 1972年 一批珍贵的国宝从北京被紧急运往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天台山国庆寺 他们为什么要被送去那里 这所随带古寺又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下期国宝档案为您讲述重修国庆寺 探寻四十多年前在国庆寺发生的一段特别往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